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已经颇为出色 他和大哥唐孝都是浩天宗的天才 唐孝比唐浩大15岁 他对唐浩的关怀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 和唐孝比起来 唐浩的天赋更加优秀 这也是唐浩一直以来都备受浩天宗重视的原因所在 本来 唐孝也很喜欢阿银 他和唐浩一样瞬间就被阿银气质超凡的仙气打动 可是 最终阿银还是和唐浩走到一起 两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唐三 由此可见 唐浩比大哥唐孝更会撩媚 唐浩在和阿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两人就已经互生情愫 在月光下 年轻的唐浩还和阿银牵手 两人瞬间就坠入爱河 即使后来唐浩得知阿银的浑兽身份 他依然对阿银不离不弃 实在让人感动 唐孝其实是自动退出的 他成全了唐浩和阿银 即使唐孝想要追求阿银 现实也是不允许的 首先 阿银真正喜欢的人是唐浩 一般来说 弟弟更占据优势一些 再者 唐孝要继承浩天宗的宗主职位 他没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 唐孝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宗门 虽说此时此刻的浩天宗已经被藏匿起来 但是唐孝依然在等待唐浩的回归 唐浩之所以培养唐三 目的就让唐三代替自己重振浩天宗 由于阿银已经献祭 这对唐浩的打击是巨大的 阿银曾遭到五魂殿的追杀 迫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 然而 阿银并未真正死亡 他化为一颗种子 而且这颗种子也已经发芽长大 这一次 唐三再次回来瀑布 他也将会和阿银母亲见面 阿银虽然是植物的状态 但是他却能清晰感受到唐三的存在并快速长大 这一幕让唐浩也惊讶无比 在看到阿银如此剧烈的反应之后 唐浩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阿银就在自己的身边 虽说阿银目前是以植株的形态是人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阿银会被唐三复活 一家人也总算是可以团聚的 此时此刻的唐浩其实也很惹人心疼 因为他自断一腿一臂 直接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这也难怪唐三初次看到唐浩会直接控制不住杀气爆发出杀神领域呢 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看到阿银出现在回忆中 或者在唐三觉醒蓝银黄的时候出现幻象 很期待看到唐三 唐浩和阿银真正团圆的画面 对此 你是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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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